連日強降雨過後 華蓮台八線16號上午發生一起落石砸傷人的意外 一名45歲的劉姓男子他騎乘黃牌重機 迄今台八線170.7公里處慈母橋東端的時候 慘遭落石砸中 右腿當場開放性骨折 所幸受孕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大大小小落石從山壁崩落 重機騎士來不及躲 連人帶車被砸中倒在路邊 騎士痛到不斷哀嚎 因為他的腳被重機壓住嚴重骨折 16號上午來自高雄的流性重機騎士 跟朋友各自騎重機到花蓮玩 加速了這些變質炎的崩潰 所以會有這些自然災害的產生 花蓮連續好幾天的大雨 減少了岩層的摩擦力 更容易造成落石發生 行進的車子只能多加小心了 記者綜合報導 對, 拍照 形容詞 會員